近日网络上疯传肖战的学长造型的照片,阳光,帅气的外表吸引了众多网友们,特别是他的侧颜,简直是神仙颜值。 众人纷纷说,肖战如果是学长,肯定就是那种让人心动的学长。 肖战现在真的是太火了,可以说如今的他的火爆程度碾压了国内大部分其他小生。 目前,肖战在艺人的道路上尽管是全方面开花,但却都是小花。 首先,抛出我的第一个观点,我认为肖战的大火是必然的,原因无他,长相和气质都太出众了。 肖战很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,对于帅哥的要求,不结合别的,单说外表。 我认为,用例如芝兰玉树,笑如朗月入怀来形容他,丝毫不为过。 肖战有一点男生女像,但是这不是短板,肖战的外表和气质会给人干净阳光的感觉,也并不显得娘。 很多人说,肖战的演技算不上完美,但也不差,只是比普通人好那么一点点。 对于这句话我不可置否,但是,肖战艺术生出身的细腻感性,就是他的天赋,加上他的自身努力。 未来可期,毕竟演技真的很靠天赋,飞科般参考周迅。 不过目前这个时代,飞科特别是表情可以很灵动,眼睛有神采。 作为歌手,肖战论唱功,有基础,声线有特点,就有无限进步的空间。 在我们的歌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。 在这一点上,他这个年纪如果真的要在唱歌事业成名,估计还要再加把力了。 别人抛来的梗,能不能接住,有没有表现出不自然? 搜上所述,我想说,肖战其实目前最适合的路线,其实就是演员。 做演员,是没有年龄限制的。 那么同样,年龄,并不能限制肖战的事业发展,就从他24岁零基础,孤身奋勇地闯进娱乐圈的这种能力和勇气。 我就可以说,事业发展线路那么多条,如果这条路走不通,他绝对有能力改线路,也绝对有能力做好。 肖战论稀粉,老少嫌疑,男女通吃,且不少优质粉。 论人品,情商高,受到业内大多数人好评。 论个人价值观,社会主义新青年的典范,符合主流媒体的口味。